決戰2024總統爭霸戰要帶您關心到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在前一天喊出 要遵循前總統馬英九的兩岸路線之後 今天終於宣布自己支持九二共識 搶攻深藍選票 而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則是南下幫國民黨立委參選人站台 也到了高雄跟國民黨的明代碰面 更高喊希望大家支持我 對此侯友宜溫情喊話 說他跟郭台銘都是敗關公的 重情重義也重承諾 蕭蜜蜜牽著國民黨高雄立委參選人 李梅貞走出服務處 還是致敬後 挖藍英小雞浮上台面 郭台銘葫蘆里賣什麼藥 再次回到江湖的第一站 就選擇台南 我們希望大家來支持我 來改變台灣 好不好 希望他也能夠用他的影響力 然後幫助國民黨 支持郭董參選中 我想今天可能不會談到這個議題 我爸爸是主委 那真的我爸爸的意思是廟室大家的 大家都可以來參拜 所以我總就表態我唯一支持侯友宜 獨立參選傳聞漫天飛 七月第一個工作天 郭董直奔台南幫國民黨員站台 再到高雄左營舊城皇廟參拜 李梅貞全程陪同 接著拜訪曾幫他主持高雄造勢的參選人 陳梅雅 所以沒表態算是給足郭董面子 威脅到已經被徵召的侯友宜 我們都是拜關公 重情重義也重承諾 所以我們一定會團結在 中華民國的旗幟底下 文青喊話郭台銘之餘也不斷往深藍靠攏 前一天才說要遵循前總統馬英九的兩岸路線 現在更加碼 我接受合乎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 我反對一國兩制的九二共識 我更堅決反對蔡英文總統 污蔑化的九二共識 我路線沒有轉變過 我還是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鏡頭前首都念出九二共識四個字 何惟宜搬出馬英九的兩岸定海神針 要破除喚吼傳聞 記者反方會以莊奇緣新北場報導